大家好,我是小林 这几天成都的天气真的太热了 小林前几天想着去集市买一个西瓜回来 放在冰箱里面冻着嘛 这样口口的时候也能接接数 但是小林买到了西瓜 回家的路上隐隐约约的感觉 西瓜的重量和老板撑的重量差的太多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林回到家后用自己的撑撑了一下 这不撑不知道一撑吓一跳啊 一个十斤重的西瓜到手了只有七斤 小林不信邪 第二次换了一家店后 回家发现重量依旧不对 小林觉得他们这样做真的太过分了 小林今天想做一个实验 在菜市场随机的购买一些蔬菜和水果 小林想看一看现在大陆的商贩 诚心度究竟有多高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出发吧 这个猪肉怎么卖的 十斤块 晚上十斤块 好凤 八斤 你探了店他们送过的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 探了一公分 这个 这都一公分 都是十六块吗 嗯嗯 十六块 行吧行吧就拿这块吧 这只是美好点的吧 晚上才十斤的 七块五抱歉 七块五 嗯 好的行 这个骨头多少钱 这个 我这个给你删十十块吧 十二块钱 眼光是人的 啊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 七块五是吧 七块五 好行就行 诶这个 这个萝卜怎么卖的 萝卜多少钱一斤 这个萝卜 两元 两元吗 两块钱吗 这个 两块 两块 嗯 撑 撑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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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两根吧 这是新鲜的 行 那撑两根吧 那它不快 还是它得 呃 就不要了 不要了 好 谢谢 那个 两元 六块 三块 那是装养的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这个冬瓜怎么卖的 冬瓜 冬瓜两块 给钱吗 那给我切一圈 切一圈 两块钱一斤 好的好的 行 够不够了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 这个爱瓜 踢一片 中底搞得没料多 那行嘛 行嘛 好 行 看这个了 没了十块 要不要给你挂的去嘛 你挂哈 那我今天晚上吃就把刮了 那刮 那 自己都不要刮 那刮一下嘛 刮一下嘛 我今天吃就把刮了 行 这多少钱呢 五块钱 不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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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刮嘛 确定不刮嘛 五块钱吧 五块钱 你骨子回去把它拿出来 别装着带着 拿出来 行行行 趁着热了 行行行 五块钱嘛 五块钱 五块钱 好的好的行 我装带着把拿出来 吹去 好的好的 先去摆着一下 然后温度高的行乱 好行 我放冰箱里面嘛 放冰箱里面嘛 放冰箱里面嘛 放冰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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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沾水都不得出 行行行行 收钱包带着 圆 天气温度高的 要的要的 谢谢 要的要的 这个买两个是一块吗 对 那买一个呢 买一个是一块五 那你是买的 1块五 差了 你可以选一个 染出来一块 ,抹花买一块 几块钱一块 几块钱一个 你先affess 15块5 好了终于到家了 咱们今天买了有西瓜冬瓜 萝卜还有猪肉 为了严谨起见 小林先给大家看一下 小林的这个称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个雪碧我没有开封过的 这个是两升 我们看一下这个重量 稍等一下我这个称要激活一下 再按一下 2.05 然后这个是两升的 算上瓶子的重量的话 这个是达标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移宝 0.6 然后它这个是 555毫升的 也就是0.5.55 算上瓶子重量也差不多 那我这个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先给大家看了一下 然后我们先来称西瓜吧 然后两个都放下去了 旁边都没有挨着的 5.95 5.95 我们这个西瓜是1块钱一斤 老板收了15块5 也就是15.5斤 按道理的话 应该是7.75公斤的 但是这只有5.95 我再我再把两个分开分开称一下吧 再把两个分开称一下 这个是2.85 这个是3.1也不够啊 对吧 距离7.75 也还差的挺多的 虽然这个西瓜重量就不达标 这两个就 第三次 第三次买西瓜 又被坑了 然后我们换下一个吧 这个 这个猪肉是0.25公斤 这个猪肉的话是16块钱一斤 老板收了7块5 也就是0.23公斤 这个肉的重量是够的 还多了 还多了一点 这个放在一边吧 这个打标的 然后下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萝卜 萝卜是1.45公斤 萝卜是2块钱一斤 老板收了5.8元 一共是1.45公斤 这个重量也是够的 这个也打扁 还能放在一边 就是最后一个冬瓜了 冬瓜的话 我这边是0.95公斤 然后这个冬瓜是2块钱一斤 老板收了5元 也就是1.25公斤 这个是不达标的 这个冬瓜是不达标的 和西瓜放在一起 总体下来一共有4样 4样 一共有两样达标了 两样没有达标 综合下来 西瓜是差了3.6斤 冬瓜是差了0.6斤 想您分析了一下 还是有发现的 西瓜和冬瓜是流动碳饭 猪肉和萝卜是固定碳饭 我想可能是因为流动碳饭 不怕你回去找它吧 唉 只有吃一千长一智了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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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